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四百二十九集 人与山容 可恨那青色彩虹我不熟悉 否则的话 我白小春的排名又岂能这区区四百九十多名 我必定能让星辰再次高高升起 超越青色彩虹 穿过蓝色彩虹 最终踏入至高无上的紫色试炼 等下一次 白某必定可以做到 白小春声音斩钉截铁 更有一股彪悍之意 在他身上爆发出来 这一幕让张大胖与神苏丸子心神再次震动 呆在那里面面相觑 迟疑了一下后连忙劝慰 小春啊 不要气馁 我听说青色彩虹后的蓝色彩虹一旦闯过 就可以在那里留下一尊自身的雕像 之后欲闯过蓝色彩虹之人都要打败前者的雕像才可 你下次一定可以 还能留下属于你的雕像 让后人挑战 是啊 少佐 星空到集中这么大 你进入前五百 已经是让所有人都轰动了 我相信你下一次 必定更轰动 二人劝说之下 白小春神色才缓和了一下 头也低了下来 只是那遗憾与不甘 还是存在 张大胖与神算子都觉得怪怪的 在一旁又劝说了几句后 眼看白小春情绪不高 二人相互看了看 迟疑后抱拳离去 当二人离去后 白小春神色立刻松垮下来 浮现得意 我这么表现实在是太对了 徐宝才当立一大功啊 白小春想到张大胖与神算子的神情 内心振奋时 忽然的远处天空 又有一道长红飞来 正是陈漫瑶 就在陈漫瑶来的刹那 白小春立刻又抬起头 背着手 神色继续不甘 眼中继续深邃 没等陈漫瑶开口 白小春先说了一句 你不用劝我了 可恨 在陈漫瑶的目瞪口袋下 白小春把之前的话语又重新说了一遍 小春你 陈漫瑶看着这一刻的白小春仿佛第一次认识一样 心神晃动 就这样 在之后的几天 但凡是有人来拜访 他们看到的都是这个模样的白小春 听到的也都是这么几句话 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宫河而来 带着敬佩而去 三天后 徐宝才也处理完了空城客栈的事情 飞升到了空域彩虹上 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 他就立刻找到白小春 在白小春的洞府内 二人商议了许久 最终 徐宝才申请了一大笔贡献点 作为经费后 这才愁愁满志的离去 徐宝才 在于探许以及宣传上 的确是有其特殊的方法 更有独到之处 他这一次为了表现自己 更是使出了全身的解数 开始宣传白小春的天骄事迹 很快的 整个空域彩虹 慢慢的出现了无数的传言 这些传言 有的吹捧 有的贬低 甚至相互之间还有矛盾之处 可越是如此 就越是制造出大量的话题 这些话题 无不与白小春有关联 渐渐的白小春的名字 在空与彩虹上逐渐赫赫起来 与此同时 白小春自己也很卖力的配合 每天都会外出几次 都是在人最多的地方 背着小手露出一副不甘心的样子 那眼神中的深邃 那神色内的坚毅 使得空域彩虹不了解白小春的修饰都感受到了在白小春身上 内容属于真正天骄的强烈自信 与骨子里深深的骄傲 更是因此 使得空域彩虹上不少修饰都开始期待白小春再一次的闯星空到击榜 白小春享受着每次外出时众人的目光 心里成天乐呵呵的 至于那需要一千排名内才可以购买的七彩物海草 白小春也早就直接买了下来 与他之前准备的那些药草融合在一起 在闭关数日后 炼制出了一枚功效望迹的丹药 看着手中这枚散出七彩光泽的丹药 白小春目中露出得意 这一次我一定可以感悟出人山绝 白小春意气风发 想到自己在星空倒击榜的彩虹上 看到识人时获得的感悟 他信心十足 立刻拿着丹药飞出洞府 踏入万星彩虹 直奔万山谷 万山谷外 白小春到来时 一看就看到了坐在那大石上 如同石猴一般的石山 白小春 拜见石石兄 白小春 这一次仔细的观察眼前这石山 虽依旧看不出对方修为的深浅 可却感受到 在对方身上 隐隐有种与星空倒击榜内的石人 相似的气息 白小春内心一动 收回目光 抱拳一拜 石山 双眼开合 露出一抹精芒 看了看白小春后 脸上罕见的露出一丝笑容 目中更有深意 点了点头后 没有多说 右手抬起 一指旁边 顿时大地震动 一只巨大的右手从地面升起 白小春轻车熟路 一晃之下 踏在了石手上 随着石头下沉 白小春眼前一画 仿佛传颂一般 当一切清晰时 他再次出现在了 那充满了无数山峰的奇异世界 再次过来 白小春目中露出自信 按照自己上次的路线 直奔 那如石人之山所在的地方 急驰而去 这一次有准确的目标 他没有耗费太久 便来到了那处石人之山所在的地方 直接就盘膝坐在了山顶 坐下后 白小春取出丹药 微微迟疑后 狠狠的一咬牙 这人山绝 是我当年在传城山内 获得了全部印记 这才凝聚出的功法 若不能把它修炼成 就太浪费了 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白小春深吸口气 看着手中那枚 功效是忘己的丹药 人与山容 须忘己 再忘山 而后苏醒 你就是山 山就是你 白小春南南 开始按照人山绝的运转 去尝试感悟身下这座山 试图去沟通 去融合 直至这样的尝试 再进行了数十次 强迫的成为了身体的一种短时间 能延续下去的本能后 白小春立刻将那枚丹药 扔入口中 直接咽一下 随着丹药入口 在他的腹部 这丹药融化 形成无数条热流 直接扩散全身 游走一圈后 竟全部涌向他的头部 哄的一声 白小春只觉得天雷灭顶一样 整个人脑海瞬间 仿佛成为了混沌 一片空白 虽是空白 可他的身体 依旧还是延续之前的本能 一直在尝试与这座山 沟通感悟 尝试融合 时间流逝 三天过去 在这三天里 白小春一懂不懂 他忘记了自己 整个人都是空灵的 对于身下的这座石人之山 他也已经忘记 整个脑海都是模糊的 没有任何思绪 直到第七天时 他的脑海里 才渐渐出现了一些简单的念头 这些念头的出现 因脑海整体的空灵 所以也飘渺起来 直至又用了数日 这些念头才慢慢的凝聚在一起 静在他脑海里 慢慢的形成了一尊石人的轮廓 这轮廓 与他身下的山相似 与星空倒极榜 他感悟的那巨大石人 也一样相似 直至又过去了半个月 白小春没有苏醒 可他脑海里的那石人的轮廓 却越来越完整 看起来栩栩如生时 外界的星空倒极宗内 发生了一件轰动宗门 甚至就连星空倒极宗的掌门宗主 也都关注的事情 公孙婉 闯 星空倒极榜 他的床榜 本受无人关注 可当他的星辰升起时 其一路惊人的速度 以及与众不同的试炼手段 让越来越多的修士 为之海然 赤色彩虹 那火海上 公孙婉化身杀神 一路杀戮凶手 踏着无数凶手的尸体 渡过火海 这一幕 让同在赤色彩虹试炼的那些弟子 全部头皮发麻 火海上 如出现了一座尸桥 而橙色彩虹的试人之斩 旁人都在躲避 可公孙婉 竟如履平底 还有黄色彩虹的打铁之剑上 他依旧如此 轻松走过后 在那绿色彩虹的闪电中 他竟一息之下 将不少闪电吸入口中 踏着闪电一路走去 最惊人的 是青色彩虹上 公孙婉在这里 他只是一出现 竟让此地的所有冤魂都颤抖 竟没有一个敢出现 唯独 那巨大的魂帝咆哮而出 与其一战后 竟不分胜负 这一幕 让整个星空倒机宗都震动起来 要知道 那魂帝的实力堪比寻常的原因出奇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